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9年12月 解体降机牛购达横空出世 除了巨大的尺寸 合金成品规格 解体降机主题的大量结构展开之外 还伴随了含税10万日元的究极价格 当时市场价格是1万多块 够我换一个电脑换一个相机了 对于一款玩具能够达到如此的价位 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某种程度的刷新了我的认知 而且本体不含浮游炮 需要另购 真的就是天价买六个棍 最后还推出了整个形态的配件包 我到现在还没有开箱 总之从解体降机牛上面 确实看到了万代对更高端市场的野心 当然让换机计划晚了一年的原因 除了解体降机牛 还有高达尼姆和金元祖 这就是题外话了 时隔三年 尺寸更加庞大 人气平分秋色 素地既有必不可少 价格更高的解体降机沙扎比 也来了 不含税17万日元 目前溢价是一倍左右 好不容易才收到 感染后还很虚弱 爆肝被朋友们带来这期视频 这钱都已经花了 运费500块 也不在乎再来一得子了 本期动态抽奖 送出万代的MG卡莎一盒 嫌弃奖品不是价杀的朋友 也欢迎赞助分享 大家一起开心开心 开玩笑 喜欢视频的朋友 也请多多给视频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咱们今天就来瞻仰一下 总帅的超级作家 会不会有凌驾于 阿姆罗牛高达的表现 首先从包装里拿出来的时候 莎拉比咱们需要进行一个初步的整理 主要是在腿部 针对后期的整备样式 外甲是被拆分成了多个单元 在小腿部分有一个变更小腿下半段角度的锁定机构 我们需要向内按压 就能改变小腿的前置角度 然后小腿下端的护甲 利用关节调整到中间轴心位置 带有齿轮结构 需要用点力气 接着在膝盖装甲和前端装甲 向中间收拢就可以了 而在小腿下端装甲 采取了分段处理 中间带有一个小装甲品件 我们需要手动安装一下 是非常紧的 需要用力按压 那么到此为止 腿部的初步整理就完成了 因为本身腿部装甲贴盒是比较紧密的 但是有多少带窄可动 在摆弄的时候 边角是非常容易出现漆面刮蹭的 这里一定要注意避免一下 别让外甲贴的那么近 当腿部外甲全部合拢完毕之后 咱们拿出头部单元 在头部是默认没有安装球形驾驶舱的 头盔部分可以打开 两侧软管是采取了软胶分件连接 像是坚实器 还有外面的外罩 还有内部的毒眼 都是给出了手动调整的可动 在内部已经是为夏亚的仓鼠球预留了凹槽空间 而夏亚的架车舱为独立配置 顶部盖板可以掀开 并且夏短装甲也支持位移 针对内部做仓的细节 有做出涂装处理 包括夏亚的黄色架载服 这个特征表现还算可以吧 架车舱带有对击凹槽 可以适配于牛股达的手部武器卡榫 来实现架车舱被捕获的联动形态 来捏爆夏亚的仓鼠球吧 我们把内部的结构都移走腾出空间 把驾驶舱对应凹槽对接就可以了 然后把面罩眼部单元 还有头部后方结构扣在驾驶舱上 再来把头盔扣上去 头部的完整样式就组合完毕了 这个地方带有降沙的灯组配置 咱们先抽出剧烟片 在头部降沙灯组采取了分器块配置 这里带有两个独立开关 第一个是控制独眼部分的灯光 直接波动即可点亮 第二个是控制渲染驾驶舱的灯光 我们需要把贴链盖 还有仓鼠球的仓门都给打开 才可以看到灯光的渲染效果 这两个灯组效果 用在沙拉比巨型的身体上 只能是作为点缀 毕竟灯组很小 最终头部单元利用前端卡榫结构 固定在前胸位置 四周插到凹槽里 本体造型就算是固定完毕了 而在后背需要安装浮游炮和基座 我们打开机座面板 就可以看到对接凹槽了 侧面可以看到 针对每个浮游炮 都给出了专门的希腊字母来作为编号 按照字符直接对接就可以了 全部安装完毕之后 扣回浮游炮的机座面板 把机座插到背包上去 接着在底部安装上燃料罐 注意这个连接部位是区分左右的 具体展开细节咱们一会再看 到此为止 解体降机射达比的基本形态 咱们才算是还原完毕 本身机车关系1比60的比例 加上合金成品结构 这次降差从尺寸还是分量感 都是很在线的 上手的重量是比牛过达重上太多太多了 外甲部分采取了红色消光涂装 可以看到为了增强外观细节的表现 也是采取了色差分色处理的 而在原本的黄色喷口部分 则是采取了一些金属色的漆面涂装来增加质感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醒目的 在腰部还给出了阵列液压杆的装饰结构细节 外甲方面也有一些长条状的银色细节处理 来增强外甲的表现 从肩甲到裙甲到腿部护甲 运用的非常之多 提升效果很明显 但是整体漆面表现我个人感觉算是中规中矩 个别位置还是可以看到类似漆面堆积的瑕疵 极个别的一侧漆面涂装 边缘也不算非常整齐 相比国产第一梯队的成品模型表现而言 并不突出 像是前裙甲还有后裙甲都有独立内衬结构 不过基本上都是单银色处理 这个尺寸下会显得稍微有点单调 但是对于万代的漆面而言 已经算是我见到最好的了 而在外甲部分 为了增强细节也是给出了非常多的标志印花 除了比较常见的心爱的专属标志 通用警示标志 边轮廓的拉花之外 像是腿部装甲或者裙甲位置 还匹配了很多类似新机梦标志的大图案 凑在一起来增加细节 但是个别位置的图案 排布过于密集 会让人感觉稍前杂乱 让人感觉外观方面有些花哨 我感觉有些图案的排布设计并不算好 而关于漆面图案的表现 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我相信能买降杀的玩家十有八九应该都有RG闪闸笔 或者是卡杀 特别是卡杀巨大的尺寸 撞瘦的外观 以及外甲展开的框架细节 都一直被玩家们津津乐道 这逐于在前 难免会让人跨级比较 今天这款降杀身型方面 并没有采取比较常见的撞瘦设计 除了硕大的小腿脚掌之外 其余部分的造型处理都相对纤细不少 特别是在胸口 双肩宽度 手臂粗细这些位置 如果说把RG、MG都放在铜框比较的话 降杀是属于最瘦的那一个 厚重感确实相对薄弱一些 这其中可能也是考虑到了后期整备形态 外甲需要一定的展开空间 但是从我个人喜好出发 三者之间卡板体型太低 其次是RG 最后降杀作为标准形态 确实应该增肥一点 霸气感才能更强一些 各位感觉三个体型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接着我们简单看一下可动 这次降杀上升以后就感觉可动算是送的 必要的一些关节可动是有的 四肢关节也能够实现各种角度的摆放 但是对于这种尺寸还有重量 加上地台条件 摆什么大张力造型确实是没有什么必要 降牛入手三年的经验也告诉我 这种东西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机配把玩 家里有空间条件的 顶多就是外甲展开完毕以后 插上水泡来摆一个站立姿势 在培克上掉臂之类呈现出一些整个样式而已 今天的降杀就更是如此了 最终的展示形态肯定还是外甲全部展开之后的状态 手上可以拿蹲能拿枪其实也就够了 今天降杀的必要关节是有的 而且部分位置也有一些齿轮结构的加持 手臂可动还好 但是从腰部到下半身 你想摆什么造型就非常费劲了 本体很重 女人小孩上手绝对是非常吃力的 我把玩都是双臂颤抖一身大汗 手上还蹭破皮 而且不用支架辅助的话 还非常容易出现后仰的情况 绝对是不适合把玩的东西 咱们先单独看一看这些降杀武器装备的表现 首先本体上隐藏的光束骏刀剑柄 我们需要先外翻手臂下端的护甲 然后下拉可动手掌 这个时候手腕部分隐藏的光束骏刀剑柄 就会被连带拉拽出来 这个剑柄是非常小个的一只 即便本身带有一段外拉延长结构 尺寸还是命法和常规的剑柄相比的 握在手上基本上就不剩什么了 而针对光束骏刀剑柄也是给出了一个小出力的造型样式 我感觉这个长度其实就没有什么出现的必要了 插上以后像是手上握了一根蜡烛一样 想要更好造型表现的 还是需要使用正常长度的这根 而在前轻甲的底部 降杀和夜莺一样是给出了一个内藏的机械臂 但是整体尺寸表现会纤细很多 我们利用多段关节翻出 在前端是一个小尺寸的机械爪 整开以后可以用来夹取光束骏刀剑柄 就这样的底部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细节 红色分件部分就是脚掌的勾爪了 我们直接外翻就会实现爪子的展开 不过我并没有看到说明书上有所提及 可能是外来感觉这个重量加上这个尺寸 不太会有人在意脚掌底部的爪子展开吧 而在后背搭载的六枚浮游炮这次也是有一些看点 我们通过打开两侧机座装甲 以便取出单个浮游炮 展开的时代有联动效果 三个浮游炮会呈现四周扩张正带发射角度的状态 得益于大比例大尺寸 浮游炮相比原本的设计也是增加了一些边缘的凹凸细节 如果想实现释放展开的状态的话 需要手动掀起四周的甲片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在内部的细节是有做金属色的涂装的 然后通过相当按压来实现炮口的伸缩状态 没错整个浮游炮是没有任何联动结构的 不过炮口伸出之后四周的装甲液片会被锁死 不会出现光来光去的情况 而在连接机座部分这次也是做了一些纹长 底部装甲通过外拉可以向后方进行展开 当发到背面之后底部装甲内部隐藏了一个机械臂 我们利用关节可以实现机械臂的前置展开状态 在末端也有一个小夹子 这个夹子是可以加取浮游炮的 这个形态主要是针对后面的整个样式上的 内扇部分可以看到是采取了骚气的粉色涂装 还是挺抢眼的 这次针对沙拉比的浮游炮万代是没有改严格 不过将杀第一弹的配件包内容也是涵盖了四座型飞泡的机座 而至于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释放形态的特效件 那就得再看了 接着在背包底部的两根燃料罐 这次外观方面也是增加了不少的细节 而且采取了两端收束的轮廓呈现 这个次要 燃料罐是给出了一个联动展开结构 我们要把底部 燃料罐的外壳会向四周展开 内部所呈现的就是这种骚粉色的结构细节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燃料罐的内部原来是这样的 也是早期展绘图最吸引我目光的一个方面 而在底部外拉完成之后 四周会呈现出一圈小喷口细节 当我们旋转尾端 隐藏的小喷口会有一个向外侧联动的展开细节 很有意思 只不过在身后看飞泡机座也好 燃料罐也好 明显尺寸这次做的是比较小 感觉并没有达到降杀本体应该有的比例 看起来是非常小气的 而在首不过时的武器 施拉比首先提供了一把光束线弹枪 在标准形态下 这把枪已经采取了比较细致的分色处理 像是什么金属色涂装 线缆细节均有体现 而在底部结构可以前后滑动 中座弹夹还有尾端弹夹都可以进行单独拆卸 并且在内部可以看到有子弹的细节处理 而且还带有弹夹内部的回弹机构 这个细节挺有意思的 扳机部分带有可动 而在枪管部分还有一个外拉结构 外拉到位之后 枪管的顶部会有新的结构弹出 而同时原本枪口的前端也带有一个联动展开细节 这短枪直接变成长枪了 枪体上有一个小机构 按压解锁可以后一握柄 当我们后一握柄之后 整个枪绳的中段还可以向上掀起来一点 尾端枪托带有一段外拉结构 虽然说小枪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确实在机构方面设计还是相当复杂的 而至于大尺寸的长距离光束步枪 这款将杀是给严格掉了 后面配件包剑 还有一名大尺寸的专用盾牌 这次盾牌造型属于短宽造型 而同时在边角轮廓处理也比较锐利 除了正面带有一个心机梦的浮雕文章之外 边角也是给出了一些羽衣之类的花纹 有一定的贵族气息 而盾牌的话也支持展开操作 我们直接提拉顶部伸达笔的明文结构 在顶部底部还有两侧都伴随了联动展开效果 表现十分顺畅的 也是利用了很多粉红色的涂装 来装点盾牌的内构细节 在背面除了线缆系列之外占比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 像是散热片一样的精神感应框架结构了 正常搭载的手臂 我们加装上一个连接架之后 对接就可以了 是非常简单的 而针对底部红色飞弹安装 将杀需要一个额外的连接件 安装在底部 而飞弹则是有两个尺寸 两短一长 插到连接件的环里进行固定就可以了 当然在盾牌内侧上 还可以安装上史拉比特光束剑斧的伏笔 平时收纳于盾牌中间位置 需要使用的时候直接拔下来就可以了 取出这个伏笔之后 在底部握柄为了方便握持带有一段外拉结构 而在两侧发生器的位置 也可以利用关节后拉展开 针对这个光束形态 也是带有一个非常微弱的光束带机形态 我发现这个接体样机可真的是执着于光束胆年的样式 而针对单侧光束斧的发生样式 模型里面是有单独提供单边的光束特效件 有两枚 两侧都可以安装 这个细节纹理就是那种比较密集的光束波纹 而另外还有一个光束汇聚的光束剑形态 因为光束造型属于极竖状态 安装的话需要让两侧发生器的角度稍作调整 然后对应卡锁对接才可以 虽然操作起来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安装完毕之后更像是剑的状态 而带光束的伏笔也可以安装在针牌内侧 这个时候需要在原本安装飞带篮位置 安装上新的连接件 然后再把光束伏笔固定在前段才可以 以上就是将杀的本体还有装备部分的表现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搭配上场景的地台使用了 这次的尺寸是特别大的 全部安装完毕之后 我桌子直接是放不下了 不过地台部分四周支持拆卸 留下自己需要的尺寸也能将就 各种整备台支架机械臂都是模块化安装 适配于不同场景状态 这个结构和牛高达那个差不多 这里就不去过多赘述了 如果说想对接刹打笔的话 我们需要外帮刹打笔的档布 然后让刹打笔坐在支架上 然后回溯档布 就可以完成辅助稳定了 而原本后备的浮游炮 在整个台上 是给出了专门的对接陈列底座 不仅如此 之前刹打笔的专用盾牌 光束剑斧的伏柄 线弹枪 在这个地台上也都有陈列的位置 而作为刹打笔的主人夏亚 自然也是不能缺席的 在模型内部给出了冰人 选取的就是逆袭的夏亚中演讲造型 并且还匹配了一个讲台 地台部分也带我可以变定角度的小射灯 可以给总帅聚光一下 可惜的就是 这个角度只能汇聚到刹打笔身上 总帅你得拆下来手动照射体验 而且这个小灯亮度是极低的 我把相机ISO10拉到了6400 才我目前大家看到的效果 自然光条件下 灯光效果可以忽略不计 这下的涂装还好 制服上的配色和文章标记 还是挺清晰可见的 对我来说 情境感的小惊喜 应该是为总帅配了拉拉E 不过作为女性角色 这个头部表现会让人比较介意 其中一侧手臂好像还断开了 比较粗糙 但是曼妙的身材还是有些体现的 让总帅在沙拉比的脚下也不再孤单吧 而作为解体整备的点睛制笔 自然是各种各样的配套整备员了 观测数据也好 漂浮指挥也好 都能让整个场景更具有情境感 当然配合后面的整备样式效果是更好的 这些部分和牛哥达的也没有什么明显区别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解体降机的核心玩法 装甲部分的展开细节了 沙拉比也是给设置了多种形态 第一种就是展开部分外甲的高机动形态 头部天线这一块带有一个线细结构 可以调整到近乎竖起来的角度 带有喷口的小尺寸护甲 利用滑槽衔接在肩膀关节上 可以向侧面来进行外拉 而在顶部的大护甲 降叉的肩甲内衬 是利用关节隐藏了一个带有装甲的喷口单元 咱们也可以给它翻出来 在大箭部装甲中段是带有一个外拉结构 外拉之后内部除了一些内构细节之外 还带有大尺寸的金色喷口结构 在胸口两侧装甲部分也支持外拉展开 通过更换微点回收 会呈现胸口装甲轻微削缩的展开状态 手腕部分的装甲除了刚才我们取出光束镜刀剑柄 展开的一块装甲之外 在顶部的装甲也能够进行进一步的外翻展开 同样在这个内部也能看到金属色涂装的出气口结构 前装甲部分下拉带有联动展开结构 在缝隙内部可以看到大量粉红色的精神力框架结构 侧装甲的话正面装甲结构直直展开 在内部除了带有大尺寸的喷口细节之外 还可以看到作为制成的压杆细节 观感表现还是挺棒的 而在各种刹打笔上都看点满满的后装甲 降纱也是毫不逊色 我们下拉底部单元两侧会伴随有联动的展开效果 而同时在后装甲的装甲铁 以及后腰部分的喷口 这里也都匹配了可动设计 在展开的内部缝隙里面 依旧可以看到粉红色的精神力框架细节 并且在边缘位置也能看到新展现出来的喷口细节 以及一些被强调的非常清晰的线缆细节 整体的细节度表现还是挺优秀的 接着在小腿侧面装甲也能够利用装甲进行一点展开 而在背面我们也可以翻起来一些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小腿内部装甲隐藏了喷口细节 而同时展开完毕之后 整个甲片还可以进行一点侧面展开 让三个喷口呈现分离状态 而在背包部分 除了刚才我们已经演示过的聊聊罐的展开操作之外 在背包部分也带有几处展开结构 在顶部装甲直接外翻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底部的喷口 但是有联动推出效果 同时在背包两侧装甲也带有向侧面的展开结构 到此为止 降纱的高机动形态就已经还原完毕了 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届外甲展开结构遍布全神 而展现出来的内部细节都以散热片 或者喷口为主 增强推进力的同时增加散热效果 高机动形态的设计还是比较典体的 而展排过程也比较顺畅 大家对于所谓的高机动形态的设计 可以给几分呢 而在高机动形态之后 还有一个外甲进一步展开的仓口开放形态 我们切拉帽檐 然后利用内部关机上提 把透明眼罩还有独眼暴露在外面 两侧红色的胸甲直接向下方进行位移 直接展现出胸口的内构细节 而肩甲部分正面反面都带有可动机构 都进行上翻 背包部分的浮游炮就和一开始我们展示了一样 底部中甲翻开 露出机械臂来摆出夹曲的样子 手臂装甲这一块除了上下的展开之外 还外把小臂呈现出曲线造型 在侧面还有一块手臂装甲 咱们也给它翻开 之前裙甲内部收纳的机械臂 咱们给它翻出来 呈现出造型展示的状态 同时在腿部的装甲结构 我们需要它调整成出盒状态 前端外甲稍稍微分离 从原本的腿部轴型位移开 在腿部装甲之间的缝隙里面 除了可以看到腿部的内构细节之外 还可以看到一些线烂结构 那么到此为止 第三种形态咱们就还原完毕了 这算是一个过渡形态 最后一种整背形态 在这个形态下 吃辣笔会被分解得更加极限 我们先把支架杆呈现放倒压底的角度 接着在原本的当部底部的装甲结构 我们利用前段关节可以全部向前方翻出来 翻转到位置后 转折位置也带有一段关节 利用结构再进行一段弯折 让底部结构彻底朝前 而在小腿背面的外甲 脱离膝盖下方的骨架位置 利用关节向斜后方来进行位移 能够展现出更多的内部细节 膝盖装甲也是外翻出来 小腿正面的护甲也进行展开 总之在这个位置能够分开位移的全部移走 腾出足够的空间之后 利用腿部关节 让伤大笔下半身呈现半蹲状态 腿部调整过程极度累人 又是一身大汗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摆第二次了 而之前已经放到的指甲杆 对应屁股位置 重新进行对接辅助稳定就可以了 胸口下断粒子炮的单元 我们可以进行位移 然后装甲再利用关节 可以让小腹装甲呈现外翻状态 接着我们把肉后背 还有肚子的内垢位置 往前拉 整个上半身的前半部分 会和肩膀后背彻底分离开 而接着小腹部分的护甲 利用关节再次向前拉伸 胸口顶部连带头部的位置 可以利用底部关节 再向前位移一段 到此为止 解体降级舌拉比的最终整备形态 咱们就已经还原完毕了 突然是有了一股子夜莹味 我确实没有想到一款成品模型 会把结构拆分的如此之繁琐 舌拉比整个上半身已经是分离开了 生活中最常见的应该就是货车的车头了吧 目前的样式称之为整备形态我认为是名副其实的 这明显就是舌拉比被大修了 内部的散热结构 压杆 金属框架 关节 线缆 更加彻底的展现出来 如果说单论解体的程度 我认为舌拉比确实是要远超于牛高达的 也更加点提解体的名号 我们从单体形态 到高机动形态 到仓口装甲展开形态 再到最终的整备形态 每个形态都呈现出了新的细节表现 最终的解体形态 也让人了解到舌拉比作为机动兵器的本质 从这点来看 确实还是难得一见的 当然了 喜好不同 有一些朋友对于展开到如此程度的舌拉比 表示也不太能够接受 我感觉到舌口展开形态 应该是比较迎合大众口味的范畴 看视频的各位感觉怎么样呢 因为这次发货比较晚 还有疫情物流越来影响 加上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些虚弱 今天视频才和朋友们见面 先说一声抱歉 首先我认为在这个价位下 我感觉玩家对他的所有要求 所有挑剔都绝不为过 而实无上有之后 我认为这款模型也存在一些我主观方面认为的不足 比如说漆面或者是分色涂装 相比国产品牌的一线水准存在一定差距 而为了追求外观细节表现 部分位置采取大量印花对叠到外甲 也略显杂乱 并不高级 无论是本体上的灯效还是地台上的灯效 表现都不够突出 17万日元的前提下 我认为以上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而在标准形态下 降沙的体型确实是相对纤细 不够厚重 不过降沙一共4级造型 外甲展开过程中 其实就已经开始忽略原本的体型状态 而在整背模式之下 望着最后这一摊沙扎比 也没法再去计较之前的身形是胖还是瘦 从外甲一步一步的展开过程的体验而言 让人感觉还挺新鲜的 毕竟有很多结构细节 是从来没有感受过见到过的 当然买回来爽个一两次 估计也就是一直战时了 玩的真的是太累了 同时相比牛高达 十大比也没有严格主要的外观装备 如果说不在乎配件包里的大枪 大飞炮基座 还有线蓝的其他内容的话 那么到此为止也就可以结束了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价位方面 本身定价已经是来到了17万日元 而目前将近一倍的宜价确实是非常贵 也谈不太上性价比了 在此也希望还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党 千万不要拿这个东西来跟风攀比 给父母涂增经济负担 拿四方钱买的兄弟们也要注意 人身安全 夫妻感情 家庭和睦 量力而行 卡莎不是也挺好的吗 本期还有一颗作为动态抽奖礼品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也请多多给视频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2023 不见不散 元旦快乐